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订阅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hartG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圆柄图 咱们上期做完雷达图 意犹未尽 今天咱们再制作圆柄图 好 怎么做 看知识点 第一 咱们制作一个大柄图 或者说圆柄图 第二 咱们怎么制作大柄图 Type等于π π嘛 咱们一般国内叫大柄 圆柄 人家国外叫π 叫pizza 咱们就做这么个东西 怎么做 马上看实战演习 其实还是老规矩 分成三部分 图的类型 图的数据 以及图的选项 图的选项 没有什么东西 对不对 然后咱们看一下图的数据部分 也很简单 今天是丙图 它和以前咱们的县图霸图就不一样 丙图 大家请看 我这定义了三维数据 这个分别也是 风暴英雄里面的三个人物 泽拉图 没有问题吧 雷诺 小鹿 路纳拉 这是三个人 这三个人分别对应的数据是 大家看这地方 每个人的能力不同 泽拉图70 没问题吧 雷诺40 小鹿平衡一些55 这是他们每个人的能力 没有问题吧 OK 然后我给每个人都给一个背景色 也没有问题 OK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整体数据内容了 不是很难 有朋友说 你的数据是不是简单 对 因为咱们画大饼图 就是用这种简单的数据 一会怎么显示 咱们一会看 接下来option就非常简单了 咱们这个地方 我仅仅是定立一个标题 风暴英雄 没有问题吧 给它设上一个indigo indigo应该是紫色 好 咱们去运行一下 这种代码看看出来什么样的大饼图 试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是我给您准备的这个项目模板 什么文件 什么内容都没有 仅仅是这个空的模板 我把咱们数据填上 把内容填上之后 OK 实际运行 看效果 今天是第11课 马上运行 go 今天是11课 好 看效果 出来了 一个大饼出来了 我缩小一点 大家请看 这就是咱们的大饼图 绿色代表自拉图 70 没有问题 灰色代表雷诺 这个地方 40 粉色 小鹿吗 女的吗 代表这个小鹿 55 没有问题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大饼图 您看像不像张饼呢 就是张饼吗 对吧 派 披萨都可以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再回到代码当中 看这个地方 咱们这图像等于派 我不等于派行不行 为什么 因为咱们还可以让它等于donuts 这是XS给他们提供的选项 donuts是什么 甜甜圈 对吧 咱们试试甜甜圈的效果是如何 试试啊 F刷新 够 大家请看 甜甜圈吧 或者说轮胎 说轮胎不好听 甜甜圈 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OK 接下来 我还想对这甜甜圈图再做点简单的定义 怎么定义 大家看这个甜甜圈也行 这个轮胎也行 有人说太细了 有人说太粗了 这重口难调嘛 怎么办 没关系 XS给咱们一个选项 咱们可以对它这个粗细进行设置 哪个选项 大家请看 在option里面 有一叫做cut out percentage 百分比 来对它进行设置 咱们试试啊 比如说 我默认给个20 咱们先看看效果 这是百分比啊 够 大家请看 切了这么点 这么多都留在外面了 这看起来又有点像一个光盘 是吧 有像个光盘啊 CD 接下来 比如说我给到80 再刷新 诶 细了吧 这看起来像一个什么 紧箍咒 是吧 像一个圈啊 就是说 咱们通过这种方式呢 可以对咱们这个轮胎 或者说叫做甜甜圈的粗细呢 也能够进行一些 这个简单的定制 非常的方便 由于这张图 在做咱们这个企业内部的 一些个报告啊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实用啊 推荐给您 我认为是非常的不错啊 这几张图呢 我呢 开这课 大家给您提供了几种图 都是我在工作中 用的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是在做这种 每个月结算的时候 需要用到这个动态显示出来 给公司上层看 我属于中层中下层 给上层看 他们就非常喜欢 他们不喜欢看数据 不喜欢看数字 他们就喜欢看这种比较图 所以说给他们这么做的话 非常的直观 非常的好看啊 也容易得到评价 这给您一个小技巧啊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今天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心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优酷YouTube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 视频就给您放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接下载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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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吧 拜拜 拜拜